玉里镇长梁里一个星期前举办第一届老菜谱节 吸引了500多人参加 而当天有办理两桶成年老菜谱的公益拍卖 卖出1万块钱 长梁社区发展协会把这1万块钱 全数捐给了玉里天主堂 还有玉里家福中心 台上正在进行老菜谱的公益拍卖 这是前几天玉里镇长梁里办理的第一届老菜谱节的活动 两桶珍贵都是老菜谱也在短时间内卖光 1万元所得全数捐给玉里天主堂 以及玉里家福中心 黑黑的 这个你不要看它哦 黑黑的它是黑金哦 非常品质非常好的一个老菜谱 那也要结合公益活动 那这两罐我们是来拍卖的 那现场有没有人想要开始喊假的 这位捐老菜谱的民众说非常的感谢 也希望透过每年的老菜谱节体验客家的文化 长浪市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以及庄梁里长也都到场 将这份爱传给两个团体 有一个张美鳳女士 她有送两个最老的老菜谱 现在她愿意监出来给我们的 机关示范式来赠送我们的女士 希望我们明年会把这个活动办得更严满 如果这次办得很成功 下次我们再继续办 可是我们明年可能会规划得更好 做得更多钱 两桶的老菜谱共一万元 经由花联县政府以及花联县议会副议长入手 潘月霞表示因为女儿很喜欢这个古早味的味道 为了女儿更为了公益的活动 自己也响应 并且表示第一届的老菜谱节圆满成功 明年将会延续办理 记者高雄雄预警前发报道